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这么窄这么窄 这车开不快 而且也不安全 特别特别的危险 那为什么这么改呢 何苦呢 那后来呢 随着我的了解 我发现这个Helifax这个改装的风格呢 它的来源是这样的 就当年呢 在环太平洋一带 有一些亚裔的人啊 他开始玩飘移 当时玩飘移是怎么玩呢 大家就是穷嘛 就买那些很便宜的后驱车 什么日产的那些飞机啊 什么180X那种 就几千美金一台的 特别特别便宜 然后呢 把那个后轮就换成那种 就两三百块钱一套的轮胎 是吧 然后拿来练 那那时候呢 那些人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穷 本来呢 那些车的后轮呢 是可以装这个235的胎宽的 但是呢 他们为了练飘移 买一些很窄的轮胎 窄的轮胎又便宜 而且又容易起飘嘛 是吧 所以呢 他们就买那些185啊 195的胎宽的轮胎 就装在一个8J的宽的轮圈上面 然后呢 就做出来那种 营造出来的那个轮圈的形态呢 就是这样 宽的轮圈 窄的轮胎 然后呢 就装在这个车上面去玩飘移 玩着玩着他们就发现 哎 不对哦 这个除了玩飘移之外 这装车的这个姿态还挺帅的 是吧 然后呢 就后来呢 就越来越多人就效仿这种改装的风格 那HeroFashion呢 就是这样子呢 无心插流的 本来呢 他就是那些很穷的可能学生党啊 或者打工仔啊 去玩飘移 玩着玩着就将这个大轮圈配小轮胎的 这个 这个 这种穷玩的玩法呢 哎 不小心就变成了一种改装风格了